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卦 一样来到子评上收看 同时老规矩记得帮我按赞 而且要把这个连结分享 还有推播出去 那么同时在今天 谢谢大家 我们目前这个订阅人数 跳到了一个新的整数了 来到48万236人订阅 那么希望这个数字呢 还是拜托大家多多帮忙 帮我们持续的往上增加 那么来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 是连续两天非常努力 力推18岁公民权修宪公投 另一方面看到了 他一直在鼓吹 要给这个年轻人呢 政治上的无限权利 可是另外一方面 对照此时此刻 我们的台湾青年 却在柬埔寨落难 而另外一方面呢 已经有网红一直在救人 结果却被外交部说 是以而传而误导国人 那当然我们看到网红bump 也立刻秀出了人证物证 那清清楚楚的摆在眼前 只是这件事情 其实我知道已经在这个 尤其在年轻人 圈子里头呢 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和讨论 所以呢这个政治效应持续扩大 也是我们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首先邀请到的是 时事评论员罗有志 亲位好 大家好 午安 台北市议员刘淑慧 大家平安 以及淡江大学荣誉教授 陈一新 大家好 还有英国伦敦大学管理硕士 高杨凯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来看到这件事情 其实在这个年轻人的 这个圈子里面 引起众怒 这个回响很大 也就是网红Bump 网红Bump呢 他一直在柬埔寨 还有在杜拜救人 那结果呢 被外交部说呢 他公布的这个影片呢 其实是有误导国人之嫌 那他当然很气 所以呢 立刻呢 就视讯了这个 当时把他救回来的 这个受害者林玉洲 当时呢 是在去年12月呢 林玉洲说 他被Bump从杜拜救回来 他回想当时的情况 他说用护照已经到公司的扣留 于是他向外管求救 那原本外管说会帮忙报警 可能等一下就会到 但等到了隔天 始终没有看到警察 后来外管改口说没有办法帮忙 要他们再等消息 这段时间呢 他还赶快发email求助 但是驻杜拜的台北办事处回信却说 杜拜当地公司是不会扣押护照 他说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你们自己去跟公司谈 把护照拿回来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提出了一些需求 希望外管能不能派车来接人 那么家人呢 也一直在奔走求助 但通通都被拒绝 外管呢最后一句话啦 就是要他们自己想办法 那他说因为有可能会被 转卖到柬埔寨 他最后呢是冒险 跳楼才离开 但是呢问题来了 他离开那里之后 他还是要有护照才能回台湾啊 那最后呢是 向总统府写信求助 那才出现了转机 而且他后来收到了总统府的回函 外管也随即通知他 护照好了 好所以在这边 我们先看到外管做了什么事呢 我们连续几天讲说 我们的外交部 我们的这个助安单位呢 是不是直接两手一摊使不上力 直接躺平 好来看到这个林玉洲设坏者 他说包括机票防疫旅馆 防疫机型车各方面联系 直到搭机反台的所有事项 全都是靠着Bump协助处理 所以如果只看到这边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对 他不拍这个还没事 就是一拍民进党重伤 重伤 真的重伤 Bump反应会会来到节目现场 2点半 好好好 给这个年轻人应该鼓鼓掌 光留言就超过3万 我给你讲他本来的什么粉丝 80万嘛 现在破版了 102万 对你说这个事情在年轻人这个圈子里 是不是引起很大的 光看数字嘛 有什么好好讨论的呢 就他讲的就是大家 agree的东西嘛 那你还要往他身上泼脏水 还要说他以前如何怎么样处理感情纠纷 你去扯扯干嘛呢 对对 那今天以前做什么事关我什么事啊 那现在救的是人啊 那你现在不救的是人 就不是人啊 不就这么简单吗 你会发现现在政府有一个特色 叫做你只要帮政府做事 你就会被叶燕博化 什么叫叶燕博还记得吗 你要帮政府在疫情初期彰化 你要记得彰化县卫生局局长 因为他觉得台湾的疫情不多 他趁着彰化有一个 全民健康检查 全线健康检查的机会 他想要快筛 做一些PCR 然后把一些资料data留下来 记不记得 然后呢就增加了几个 他们那个在彰化线里面 结果呢 卫福部第一个时间 现在选台北市长的 还记得吗 往他身上泼脏水 你看啊就是破坏了 破坏疫情的就是这种人啊 夜宴博后根本是中共同路人 跟中共一样用快筛 记不记得 对然后扯台湾防疫后腿 对扯台湾防疫后腿 然后把那些陈秀熙老师啊 当时在彰化这些 全部都泼成脏水 对 就大家一翻来知道 原来他们是亲民进党的 他们传统上的光谱还是绿色的 那夜宴博后 局长就一路做一路被骂 一路被做 然后现在还要调查 还要送那个卫生署 什么疾病管制法 什么法办 结果呢 发现说原来数字对于他们有利 原来一万个人 可能只有一点多个人感染到 这数字也不严重 他说没事这个业局长做得好 这不就是他吗 只要帮政府做事的 一定要被泼一次脏水 现在Bump正在经过这一趟 还有谁帮政府做事 郭台铭 记不记得 对 要帮忙买BNT 现在选台北市长的这个 怎么泼他脏水 对 我就不相信市场上还有现货 甚至还有一个差点要接 指挥中心的人说 我就不相信这些不是过期的 就我知道市面上都是过期的 这些人齐心可意 请问一下帮政府做事哪里有问题 后来呢 揪了慈忌还有点声音 揪了台积电 蔡政府终于稍微觉得 有我自己人在OK OK 然后进总统府保证我不选总统 跟政治无关 我只想要买疫苗 好好好 哎呀政府参一咖吧 好不好我们政府后来 帮他解决问题放行三千万计的BNT进来 不泼脏水了 你会发现都一样 是一样 今天我现在就看Bump Bump是唯一到现在帮政府做事 还不愿意屈服的 呃外交部反而是外交部转弯 对 外交部说感谢Bump救援 民间政府会一起努力 为什么你知道吗 现在年轻人蒸炸锅 我一直在你的节目常常讲 年轻人年轻人 我跟各位讲 现在三大事件 影响民进党已经到了 生死存亡之球 马三大 论文 棒球 所以等一下论文还没止写 还不算止写 小字都退选了 论文 棒球 跟现在这次柬埔寨 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整个年龄区间 18岁到25岁关心的是棒球们 对 因为暑假了 全部放假 他们喜欢这些棒球明星 不管林哲学 不管胡金龙 不管乡长 他们都耳熟能详 结果你把他弄受伤了 这几个年轻人是非常不爽 这在三大事件排行榜里面 受伤是第二名 非常的广 因为这些是一般年轻人 而且他们觉得你还在那边狡辩这些很烦 我只想看林哲学好好打球可不可以 你这些后来一个医院你知道吗 还记得躺在医院上 然后右手 关节唇动手术 然后躺在那边 我讲那边年轻人受不了了 全部受不了 这是到25岁 然后25岁 24岁到30岁 论文门 因为他们正在拼在职专班硕士 或者是刚毕业的硕士 现在8月15号 这最后一波要做口试 感同身受 他们也被剥夺感 而且为什么林志坚有认识陈明通 就可以过我现在要这么辛苦 他就忘了他那本50页60页的论文 然后看着每个字还要被查虫 还要被什么 然后还要穿西装打领带 在教授面前做口试 为什么人家不用 我想这一锅 大概至少三四万人以上 正在玩论文的这一趴 非常不爽 再来就是28到35岁 为什么 找工作 他们终于知道在外面工作不好找 以前不管以前自己有没有当绝亲 有没有对社会不满 有没有对蔡英文支持 突然发现外面工作没那么好找 而且这两年又因为疫情 对啊 更难 找不到啊 这些年轻人找工作 他想当年蔡政府不是有告诉我 那个劳基法 我们应该要帮照顾这些年轻人 工作机会 还一直帮我们把那个什么 最低工资往上调 蔡英文不是很在乎这些年轻工人吗 年轻劳工吗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外面 因为找工作 然后被骗到柬埔寨 那你不管我们了 然后 当然还在问题说 有没有可能 所以Bump这个一来 确定了 确定了 本来只有6000个人影响 因为来来去去 可能疑似还有6000个人 受困或失联或anyway 这6000个人 搞不好还看不到Bump的影片 结果台湾现在 昨天有172万个人看 这个影片有172万 昨天很多人在看还荡掉 你知道吗 太多人眼镜了 昨天4万个人在线 我相信里面大概3万是年轻人 正在找工作的 有 绝对是 绝对有 然后一传十 十传百 来 我们去做街访都是年轻人 连天整个炸了好不好 翻掉 因为他们在找工作 他们以前确实也曾经听过民进党的话 可是现在突然发现原来你们是这样 Bump这个影片是最后一根稻草 确定这件事 因为Bump里面用了几个非常明显的 如果不是我们 那你们政府在干什么 我说这几句话很简单 Bump果然是年轻人之间 29岁的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语言 他们自己非常知道 如果你们有做 我需要我们这些人这样子吗 而且他里面用的语言非常精准 不愧是YouTuber级的 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没有背景 没有实力 以前也跟你们一样 惨过 他用惨这个字 很多年轻人说 对啊我现在也很惨啊 我跟你一样很惨啊 政府也没有 你也是自己起来的 政府也不是说要帮你吗 你也没有 大家都是一样 醒了 全部醒了 一堆年轻人发现 原来真的是这样 172万 我觉得光年轻人 里面应该有100万吧 昨天那172万来观看 所以民进党现在 如果以这三大年轻板块的杀香力 第一名现在叫柬埔寨诈骗 始作俑者 这个当然用字不准确 就是棒 他告诉了大家很多年轻人的心声 我说实在在座这些叔叔哥哥 很多也许还本来不知道他们的状况 还好你没有加个阿姨 对我也在 我扑一闭锅 我本来想叫阿姨 叔叔哥哥姐姐 姐姐 好 你看年轻人多在乎这个 是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一排说实在 我们本来也许还不知道 年轻人就业状况 这么的状况 棒婆这影片我终于都懂了 原来你们真的不好过 那你们为什么不好好 大家出来讨论解释呢 现在大家都懂了 所以这18岁到35岁 本来这一个区块在拆这个区块 这区块在拆这个区块 现在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 话题全都有了 18岁的到20岁 在讲说自己的棒球队员 然后25岁的到30岁 来讲说我的论文 然后再长一点的哥哥说 你看我出来工作也好不到哪里去 原来蔡政府都在骗我 整块就起来了 我直接报一个料 前昨天 有一个亲近蔡英文的 基层的绿营人士 打电话给我 他说 游志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到底这后面还有多少东西 我说我先问好了 你为什么那么焦虑 这有什么未爆弹是不是 对 因为问的我觉得倒是其次 我很意外的是 因为他好久没打电话给我 这么焦虑到打电话给我 表示受伤够重了 你要知道民进党这些人 不会轻易的问人家怎么办 不会 没有到一定的程度不会 可见这一把伤伤力重不重 非常重 重到亲近蔡英文的人 要来问我说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 老实做嘛 你现在只要取代棒盒 取代白狼 去救个两三个指标性的人 展现你政府愿意做的决心 由外交部警政署 你政府去找两个 回来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问我要怎么办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闻到的味道是 他们对这一波 整个年轻人组合起来 18岁到35岁组合拳 我觉得他们是忌惮 非常的忌惮 我在想他们应该叫不动了 叫不动了 以前蔡英文应该这些人是 忽之则来挥之则去 叫他去高雄投韩国瑜就投 后来他发现你告诉我的韩国瑜草包条件 原来在陈志忠身上都看得到 记得我们论述过嘛 对不对 从那时候一直一起点燃 然后慢慢的经过论文 棒球 工作 这不就是年轻人最重要的三个事吗 娱乐 求学 上班 全部都卡在这两个月 所以骗不下去了 操弄不了了 两个月 缺位 两个月 从七月记不记得论文门 王宏威炸锅以来 然后到棒球紧接着出来 然后到八月 现在棒球的影片 大概八月十号左右 棒出来两个月之内 三个板块全崩 教育 工作 娱乐 然后发生时间点 暑假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焦虑 可是我现在最后讲的是 请问他有在乎你们真正的 教育好安危跟工作 工作好吗 没有他担心选票 选票 一切都是选票是出发点 年轻人没这么好骗 他们当要醒的时候 你叫都叫不回来 好 因为讲到年轻人 我直接醒掉这个陈一新教授 对 那这一次的 在柬埔寨你知道 台湾人沦落成为主宰 而且都是年轻人 那棒球说的话 其实你知道 这个字字句句 扎入人心 就是他说如果 如何 今天政府有去救人 外交部就有去做这件事情 怎么会轮得到我 怎么会轮得到他棒去救 他说不是我对不起国家 是国家对不起我 我觉得国家对不起年轻人 到现在为止 我们国家做了什么事 光是在柬埔寨事件上头 好我想以前已故的总统 甘乃迪 美国总统 甘乃迪说 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 要问你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 但是国家确实是应该负起所有责任 因为人民缴税 是要政府来保护国家 你看我们的外交部多冷漠 我们的住外单位多冷漠 都自己想办法 然后留给他们一些商会的电话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找当地的商会来求助 这个政府就好像和他无关一样的 你看大陆救人比我们台湾来得好 虽然大陆是共产主义国家 但他救人就是很彻底 而且有办法 不像我们有办法也不想动 不是说完全没办法 难道我们的商会 我们的外交住外单位是塑胶吗 对 我要问的是 我们住外单位有这么弱吗 我看是很弱 很弱是不是 第一 在没有邦交国的国家 是比较促进艰难 但他连尝试都不尝试 对 就直接丢一句话给人家 说你们去打电话 没有官方管道 但难道没有民间管道吗 这民间没有人脉吗 民间管道 侨民是很好的民间管道 以前夏里言做印尼代表的时候就告诉我 他在印尼很多事情 一定要靠华侨来解决 当地的侨领是有办法的 但是我们也没动用到侨领 是我们跟侨委会跟侨领都那么疏远吗 我们的外交部跟人民那么远吗 这个听说吴钊燮说 最近膝盖都磨破了 贵美国 贵日本 就是不会去救国人的 当军事臣民如炒戒 臣民恃军如叩仇 这个是这次这波年轻人最大反弹 顿文门民进党根本不在乎 这个学术道德 学术伦理 那么棒球场也有少数年轻人热爱棒球 但是这个是影响大多数人的工作 工作权被骗的人也不止完全是年轻人 也有一些中年的也有被骗去割器官的都有啊 那这次我觉得影响是真的很大 假如是刚才有 假如这一波发生在11月 民营党就崩盘了 但是它现在是9月 9月还不到 8月多 那么所以说民营党又可以喘口气 但是它现在想要反中保台这个事情来吸引选民 我看也很难 因为人民会想到要当兵了 政府都在准备推行巷战 文化局要准备办 9月份就要办一个活动 让人民实际感受到 用电子枪啊 那个镭射枪来的感受到枪林带雨的感觉 就是准备打巷战 打城市战 打丛林战 那么这个是这次呢 我相信它的抗中保台呢 未必像冠箱以前那边有效 好 观众朋友 网红bump来到我们现场了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好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在这边我先谢谢你 那也跟你说声辛苦了 那你现在这个人身安全还好吗 有感受饱受到巨大的压力吗 就是真的每天都会有压力啊 坦白说 对 什么样的压力 就是因为会被人家放花恐吓嘛 对嘛 那你就 怎么样恐吓你 就像我影片中讲的 我的朋友真的就是被人家 放着枪问我读哪 对 就是我YouTube上的贵人 我很好的朋友 对 那就是 也不知道说 因为我是一个正常人 我是一个一般人 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对啊 就是 我能做的就是这样嘛 所以就过好每一天吧 对啊 好 那你现在持续还是在柬埔寨 还有在杜拜进行这个救援工作 最近有柬埔寨我们从上片到现在回来的话 应该是八个人以上至少 就回来八个人 以上对 以上 对至少 好 有两个是他们逃出来我们给予协助 从泰国 然后剩下几个人都是柬埔寨 对 那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营救的情况好不好 还有现在所碰到的一个最大的困难 其实最大的困难嘛 其实因为当时我会把这个影片发出来是这样 就是我当时有提到 就是当地的救援单位管道 其实通通都失灵了 包含说其实当地的某个愿意帮忙我们的政府单位 他也遭遇到了一些危机 所以他快垮台了 他快没有办法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那就导致说 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个消息公布给台湾知道 因为台湾人在那边是最难救的 对那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误会 会觉得 就是首先我今天来我是没有政治立场的 对对对 我也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误会 因为现在是这个敏感时期嘛 对对对 但是 确实如大家所理解的 前面好几年呢 去到那个地方的真的就是很多要做诈骗的人 确实他们本身就是有自己的问题 确实有这些人 但是从疫情开始之后 因为很多原因 包含说中国不让人去柬埔寨 各个原因 甚至有一些扫黑等等各个原因 所以导致那边缺人 缺人的情况下 当地的集团需要人 他就想办法 他用骗的 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人 其实他并不是一开始 他就知道他是要去做坏事 他是以为他真的是去旅游的 去泰国旅游 去别的地方旅游 最后被转嫁送过去 对有非常多的人是 是这样的状况 那因为我们知道 已经是这个状况了 我们的救援管道又越来越没办法 就起码我们民间没办法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可以透过当地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关系 台商啊等等 我们可以请他们帮忙去谈赎金 对这个是可以的 可是那相信大家听下来 应该都听出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太棒的生意了嘛 因为你只要把台湾人抓过去 我们就会付钱给你 那你就不停把台湾人抓过去 你国家就会变得很有钱 我们国家就变得很穷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而且受害的都是底层的人民 因为其实真的会被骗过去的 绝对不是我们在座各位这些 绝对不是我们这些人 都不是都是一些 弱势青年 比较弱势的 甚至有很多是孤儿 孤儿因为没有人会帮他发生 所以不管你对他做什么都可以 对就会有很多这种状况 所以碍于说救援上已经 几乎快没有办法了 要付钱 但是孤儿我要怎么帮他付钱 我花了好一百万 他救一个孤儿 难道我可以救一百个两百个吗 台湾奖我也没那么多钱 因为现在一定是要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嘛 现在几乎都变成这样 除非你拦截 除非你抄了他的窝点拦截 对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 就我所知道的几乎 还是有少部分 是当地某一些单位有帮忙 但是那个次数跟成功率已经太低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要曝光 要让大家小心 对大概的状况是这样 救援上其实 从我上影片之后呢 因为我在上影片之前 我们就成立了好几个自救队 包含曾经救回来的人 就是最近 我也看到其实节目有常常会播 这些人的一些事情 其实他们很多曾经救回来的人 都义务性的帮忙 那我们跟背后的组织其实就是 有一直在配合 看怎么样可以 尽力的在这段时间 还是多救一点嘛 可是救一救也会无力 因为被骗过去的呢 就是这些诈骗公司呢 他们会有小组长 小组长 小组长会管理这些新人 那新人就是 手机都会被 没收 被查看嘛 所以他们其实很难联系我们 对 那能够很好联系我们的 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 这个 在那边已经骗了很多人 他可能已经赚保 然后他想要回来 因为那边的公司 也不会放他回来 所以他跟我们求救 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想办法救 为什么 因为虽然他骗很多人 可是他坦白说 那不是他可以选择的 因为你过去的每一个人 你真的要回来的话 我这边最好的建议就是 帮忙骗人 没得选 没得选 我没有任何政治立场 我今天讲这个东西是 我完全是为他们好 就是说因为 如果他今天不帮忙的话 你得不到空间可以逃出来 你可能就会有很糟糕的待遇 他们会打你 他们会对你做很多 你不情愿或者是 非你自愿的事情 对啊 就是我们不讲太恐怖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 实际我们要放什么画面 恐怖的给他 我们不要放 我们不讲那些 就是单纯是 你就被他们掌控了嘛 那如果你配合他 他就会试着 给你一点空间 你才有机会出来 对 所以救援 就是坦白讲还蛮无奈 但是好像又不能不做 对 那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尤其在整个营救的过程当中 你碰到很多要求助的单位 通通都碰壁失灵 那 因为其实你刚刚有试一下 有特别强调说 你不是要骂政府 但是我还是要请教你 就是说 你觉得在这整起事件上头 政府总该有角色吧 应该是这样说 因为其实 我确确实实不是要骂政府 哪怕说今天 坦白说我真的都已经 感受到他们的厉害 厉害 怎么说 感受到他们的厉害 不是啊 因为 在他新闻稿还没出来 我没回应之前 没有那么多人在到处说什么 我是黑社会啊 假救人 真卖人 他爸爸是谁 他还做什么 他很丑 内在很恶心 什么 没有这些事嘛 对吧 就是我们就是好好的 想做这些事嘛 那我知道可能政府 有一些官员他们是 可能是看不起我 因为我们就叫网红嘛 我们是划纵取宠嘛 所以他们是看不起我们的 但是我也接受 其实坦白我也接受 因为我其实确实 我过去也做了很多 无厘头的事情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呢 坦白讲我自己的心态就是 我不是要骂政府 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私底下 一直透过很多单位去开会 我们每一次得到的回应呢 却不是 让我可以很好的下车 其实我就是想下车而已 对啊 如果现在政府出来说 都是我们叫Bump做的 我就对 对 都是这样 对 对 我其实只是想下车 我不想要再被任何人说 我是英雄 我就是想下车 我想要好好 可是你现在下不了车了 对啊 他们根本不让我下车 因为他们就是 新闻上记者会 我们拜托那个网红嘛 我们问他嘛 对 我是一个平凡人 你们才是官 你让我下车嘛 对吧 大家都有看到那一画面嘛 就是你让我下车嘛 你我算个什么 我这个nobody 我要 对不对 所以我只是想要下车 好好做这件事情 结果最终我车还没下 他又发了一个澄清稿出来 那我又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其实 救援不是我一个人在做 其实我刚才说了 背后很多人在做 他们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 有一点不好 因为 不要有色彩的 我们就单独讲 今天不管是哪个党派都好 就是说 国家的领导人 这些官 他就是领导我们所有人嘛 他就在我们上面 对 那他会影响整个国情 整个风气 氛围 所以我会希望说 如果今天很多民众 甚至我当初 救杜拜的人 其实是当地 在台湾这边 不是 当地在杜拜这边的台湾人 帮忙收留那些人 先到他家 躲着 那为什么 不去鼓励这些人呢 对 为什么不去赞美这些人呢 对 就当你们 就是 像陈庆文发出来的时候 其实对很多 有在救援的人 是一个打击 是 就是说他们真的很帮忙 也没有义务做这件事情 他们真的是很希望 所有这些背后的人 我今天其实只是听他们讲出来而已 就是说 他们都很希望 我相信包含再多各位 只是希望说 事情可以变好 就是我们真的有一个方式了 可以变好 有一个交代了 大家都 那这件事情可以过去了 我们可以变好 只是想听这个嘛 对 我其实也只是想听这个 也不要道谢 也不要道歉 因为其实 我也叫不道谢啦 感谢救援 我觉得他可能就截去我 IG 就是可能我 就是生气的时候 我讲说 都谢都不谢 然后还骂我 那个重点也不是说 要他道谢 我只是在比喻 但我的重点是 不要模糊焦点嘛 对 焦点不是跟我道谢 也不用跟我道歉 也不用抹黑什么 反正要抹黑也OK 但是焦点是 针对那些疑问 大家的疑惑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让民众放心嘛 对 让大家可以放心嘛 因为 我为什么下不了车 我要怎么下车 对啊 就是所有人 就一直叫我加油嘛 就要一直说 你要挺住要干嘛 所以我 对 现在聊天室也全部 一面倒地叫你加油 很多人还抖内进来 辛迪啊 何曼蒂 都抖内进来 给Bump说加油 那我是不是就是要 替他们讲出这些东西 那我就下不了车啊 对啊 不是 你在做政府的事 我觉得超级扯 就是我真的只想下车而已 因为我真的只是一个YouTuber 只是一个小YouTuber 我没有什么后台 我拍了很多 只是很有趣的影片 我到现在起来也不能上传 对啊 因为这件事情都没完结啊 我好几个月前就去美国 拍了一系列很好玩的影片 因为我觉得大疫情憋坏了 我想给大家看 结果 我没办法喘耶 我没办法耶 我没有办法过我要过的生活 我没有生活 我 我不知道我可以干嘛 他们现在的攻击行动 就是彻翼出征 还在持续的出征你吗 我其实不可以 其实我也希望说 有看到的观众 不要去管 对 就是说 因为 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其实反正 大家也都蛮支持的 我觉得也没关系 啊本来 我其实当网红已经被骂很习惯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以前真的也做了一些 事情是人家要讲 我觉得可以讲 因为其实反来 就要有正反嘛 对 要让人家有立场可以讲话嘛 所以他要骂我什么的 对啊 我也是觉得 OK啦 人生辱骂什么的 我也觉得OK 对啊 因为 就是 他有他们自己的立场 但我知道他们的行为 可能就是想要 想要做点什么 但是 我觉得不用去理会这些 就是只是希望说 有关单位 我们大家看 是不是能够 好好做这个事 对 让这个事情 起码 最后是圆满 不管过程怎么样 起码最后圆满 对我们总要 处理掉 对啊 不然 难道真的要闹到 很后面 要真的就是 用这个事情影响 选举还是什么 欸这个是人命耶 对啊 这是人命耶 对啊 拜托大家不要再有颜色啊 什么的 这是人命耶 对啊 就是 怎么可以 所以根据你掌握到的现实状况 目前的情况非常严重 不管在柬埔寨 在杜拜 这些东南亚的一些地方 这种情形 我可以跟各位讲几个数据 好 我们一天最高的 就是来过来请我们救人的 一天最高40多个 啊 一天最高40多个 一天 对一天最高40 然后再来 呃 这个数据其实大家要调 应该都调得到 只要它没有藏起来 应该都调得到 去年1到6月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国人飞去柬埔寨 我记得飞了1000多个人 只回来100多个 1到6月 那当然 有一些人可能在那边 做生意啊 是正常的生意 正常嘛 可是比例好像 还是有点悬殊 好啊没关系 那我们再看到 今年的1到6月 过去6000多个 对 只回来1000多个 对 那这个有点异常了嘛 这个就有点 好像不太对劲了嘛 对嘛 有点不太对劲了嘛 加上最近大家看到一些数据 还是有人一直要飞啊等等 我会觉得 哇好像 是不是该做什么 对吧 当然我觉得 如果有人硬要去 那我们台湾是一个 民主自由的国家 那就让他去吧 对嘛 可是 是不是可以在哪些作为上 我们能够做得再好一点 起码把当初那一些人 我们要有个交代嘛 起码让国人安心嘛 对 这个也是我要问你的 因为你实际参与这个营救行动 就是说在营救这件事情上 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政府毕竟还是太消极了 那你觉得 具体上来说 政府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哪些事 其实有很多事 但是 因为 我并不清楚政府的流程 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流程 有他们自己有苦难说 但是我会觉得说 举例来说 搬机 搬机 我觉得就是一个 因为其实我就有人花最多钱的 其实是当初是防御旅馆 因为防御旅馆超贵 然后后来是搬机 因为他们没有钱嘛 对嘛 回来的这些隔离啊什么 我觉得是在这些作为上 如果他们愿意回来 如果他们愿意回来 那政府帮忙救人 哪怕他们变成是 回来台湾判马 如果他真的做了坏事 回来台湾判马 他是我们国家的人嘛 对 这才是正确的嘛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教育我们下一代 对啊 可是 好像 没有这么 明确的 我觉得应该要 要告诉民众 这是我们国家要做的事情 这样才会导政嘛 我们风气才知道 政府告诉我们要这样做 好 那我们现在风气是很好的 我们要 让民众也一起站起来 然后我们大家都要去 抵制恶势力 我们大家要一起维护好我们的家园嘛 这样才是正确的嘛 对啊 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其实是 就是有非常多事 包含说当地 其实我们没有办事处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有一些邦交的问题 对 但是 是不是也可以派 有关部门 那如果他觉得危险 那是不是也可以 派出更多的人啊等等 在他们的首都嘛 起码首都是不危险的 这样子 起码人逃出来了 有人可以接应他们 现在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接应他们 我们都要 那胡志明是只有一个住外人员 现在不是说要加六个 六个还不都到胡志明市 所以六个在前线够用吗 其实 问题就在这 他们在胡志明市 可是跟柬埔寨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其实还是有距离 其实他真的就是需要在金边 对 他需要有个安全屋 真的他需要有个安全屋 他需要有一个 庇护大家的地方 对那 因为之前我们跟国外的组织配合 他们是贷款自费弄了安全屋 所以他们后来没钱了 安全屋现在收起来了 就是我们就是会碰到这些事情 那我们也不知道说 所以我们才会 想要去寻求政府的帮忙 就只是因为 真的这是一些实际上 我们会很希望能够 能够给予的帮助 是真的很希望 就是包含说 还有在很多宣导上 也是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 现在新闻很热 对 所以大家 会小心 对 那如果我是诈鞭集团 我来我就等你一年 避风头 对我就等你一年 风头过了 反正我一年后我还是很赚啊 对 所以我会觉得那是不是应该要 透过哪些单位 长期性的有个规划 至少 你要告诉民众 对吗 你要把这些作为 我觉得 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真的有 有一些什么事情要做 那我相信其实 也不可能整个单位 这么多人都不做事 所以我觉得大家 骂人的时候呢 可能 就是说也不要硬要去攻击 我只是希望他们站出来 我虽然骂得很凶 但我只是希望他们站出来 讲实话而已 因为 也有一些人是很认真 可能想做事的 但是可能在程序上 或者在哪些流程上有问题 那他本来很想做事喔 结果 你这样 你一直这样辱骂他 他后面就不做了嘛 对吧 就会有这个问题嘛 所以我会觉得 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这个是人命的问题 应该 先把那些 选战 纷争都收下来 就是都不去管这些东西 我觉得应该好好 大家处理这件事情 等我会骂得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感受到他想处理 没有感受到想处理 对 就没有感受到想处理 到现在还是没有感受到想处理 起码我不知道 所以你觉得 我不好意思 我必须直接这样说 就是比如外交部 哪怕今天直接出来讲了 就是民间和政府会 一起合作救援 你都觉得流于表面 都还是官话 不是不是不是 是他要一起做 那他的作为 起码 因为其实坦白讲 怎么做 对 怎么做 因为我现在 我会有压力 他至少让我下台嘛 我的email就放在那边 我也不是从来没有跟 外交部的官员开会过 也有管到嘛 他们也知道 谁是找得到我的嘛 对 他们为什么 而且过程中 我也派人去跟 一些政府官员开会过 其实他们只要示出善意 说过去你们做很多了 谢谢你们 对嘛 所以你们一直都有联系嘛 对嘛 接下来我们会怎么做 然后要怎么样办 那这个事情会变得怎么样 我就可以告诉大家说 政府现在要跟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了 对 那我会替大家监督 我会 我会开始讲他们好嘛 对嘛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嘛 可是 可是 就没有 所以我就 那我也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嘛 我现在就下不了车啊 嗯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三十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 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抢好康哦